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负责是负责数码化跟推广数码学术研究与技术的推广 然后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讲者 就是闲超法师 然后江景女士来跟我们讲解他们的平台 今天是古迹库 技能平台与AI技术中文古籍的文字数字化中的实现跟应用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两个的工作坊 一个在4月13号的 是中营员也是他们的ocl平台 然后4月21号的是c text 利用c text来做一些text的processing 我现在还看到有人陆续要进来 然后ok我现在有问题 ok 那还没开始之前 我可能先接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的讲解 第一位是我们的闲超法师 他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本硕士毕业 他现在为北京市海定区荣泉市长津办公主任 及台大佛学数位图书馆的顾问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汉文大壮经 六中思想 古籍ocl 自动标点 文本对齐的技术 另外一位讲解是江景女士 他是中文中央文族大学本科 他现在为北京市自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那我们很高兴要请他们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平台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留到他们两位 两位讲解讲完以后来一起来提问 然后如果有问题可以也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聊天室 那我们也是到最后可以一起来回答交流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把我的时间就交给贤超法系跟江景女士 贤超法系 感谢主持人 感谢到场聆听的各位观众 我现在呢 请主持人看一下我现在共享屏幕 如果大家能够正常看到屏幕的话呢 那我就开始下面的呃 这个演讲啊 没有问题 老师 好的 那我先讲的屏幕是古籍固概况与技术严格 那么我刚才的介绍呢 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这里呢 补充一点 就是呢 我在2014年到2019年的时间呢 主要从事的是呃 佛教的一些文献的研究 其中包括汉文大藏经 律宗等等啊 其中也包括一些 律宗典籍的呃 白文化文翻译的工作 那么到2020年 到这到之后的这段时间呢 那么我的很多时间是用在了 呃 一些技术开发方面 主要是算法 文体对文本对齐的算法 以及古籍欧萨的新闻算法 那么在这期间呢 我开发了一个呃 Windows的本地客户端 这个期间呢 用于 我们内部的一些资料的数据 啊 处理方面 那么在外部方面呢 呃 目前我们看到的古籍库的网站 那绝大部分内容呢 那就是我在2020之后呢 开发的 那么今天的 内容我们包括五点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古籍库的基本概况 另外我分三个小点呢 介绍一下目前呢 我们主要的AI服务 那第五点呢 是对我呃 这段时间的一些开发和研究心得呢 做一些回顾 那我们首先展示的是我们当现在这个网首页的一个结构 那么通过顶部的这个菜单 我们展示了网站基本的分成六个部分啊 其中前三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一个服务部分啊 第四个呢 是我们的关于API的一个使用 等等一些部分啊 那么API这块呢 实际上其中简介部分呢 我们是对技术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用法演示呢 是我们通过外部界面 通过这个 通过外部界面 然后呢 形象化的展示 我们相关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参数设置 还有返回结果 并且给出了演示代码 便于开发者理解和掌握API的调用方法 第三个部分呢 文档呢 则是关于API调用格式的详细说明 那第五个是工艺项目的部分 目前我们正在推出一个数字万周的项目 那这一部分呢 稍后也会由张静女士呢 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下面呢 进入 概况 那么概况其实我们 整个所使用的算法 包括模型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基于深度学习的部分 深度学习部分又可以分为两种 那第一种是自研模型的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里面 大部分是我们与一些外部团队的合作成果 那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呢 数据的提供和标注 那么开源模型的部分呢 是我们根据业务需要而引用的 就是在网络上已经开源的一些模型 其中包括了超分辨率 古文语言模型和古文深入模型这些 提到一个补充作用 此外呢 非深度学习的相关的模型和算法呢 在我们整个服务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它主要的作用体现在呢 对于深度学习模型的一个补充 和优化 乃至是替代 那比如说我们在OCR后处理部分中的版面分析 我们采用的便是一个人工设计的算法 那么相对于深度学习而言 非深度学习它的优势在于呢 更好的解释性 同时呢 也是更低的成本 那这个成本是多方面的 其中包括标注的成本 训练的成本 以及推理的成本 因此这一点也意味着很多时候 非深度学习呢 意味着更好的性价比 那么其中 那么其中非深度学习的部分 除了OCR后处理部分 也是还有这个文本对齐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呢 对于我们 跟都是对于我们 后面所提到的 古籍OCR和完颜文翻译呢 都有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首先先介绍自动标点的部分 那古代标点呢 又称为巨痘 相当于现代标点中的 痘号和巨号 那么现代标点呢 它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标号 它主要的作用是 用来标示巨子中的特定成分 以及呢引用 比如说引号书名号 那么第二种是点号 那么它的作用是 标示巨子中的语气停顿 那么经常使用呢 它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用在巨末的 比如句号问号感叹号 还有一直用在句子中间的 冒号分号斗号等等 那么根据我们对于 古文的现代标点作品统计 发现呢 平均每100个汉字中呢 就有会使用19个标点 平均每5个字呢 就有一个标点 那么其中斗号的使用频率呢 是最高的 相当于所有标点中的一半 那么针对同一种文献的 不同标点作品呢 进行交叉统计呢 可以得到标点之间 可替代性方面的信息 也就是说呢 某一种标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被其他标点所替代 那么可替代性的反面呢 就是一致性 也就是说 这个标点标点者 不同的标点者 在使用某一种标点时 拥有多大程度的共识 那么通过表格 我们发现还可以发现 这个在标点T上呢 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行第二个元素 那么这里所表示的是 句号是被斗号所替代的 这种可能性呢 是19.58 那么反之呢 斗号被句号所替代的可能性呢 只有7.66 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也不难理解 但是这是因为呢 不同标点的 它的总体样本数量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就是说 那么这种 斗号和句号之间的 可T代性的数据呢 它相当于分子 那由于分母不一样的 所以导致了它的 所有重现的 这个比例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那从这比例数值上 我们也可以反推说呢 那么斗号大概的 它的数量呢 是斗 是句号的2到3倍之间 那么这实际上是 也是跟我上一页中的 这个统计呢 是一致的 那我下面来 介绍一下关于机器学习 应语标点符号的一个文献回顾 那么机器学习 实际上分成 非深度学习和深度学习 那么其中我们这里呢 根据这种任务的种类 又可以分为 自动断句和自动标点 所谓断句呢 是指呢 只标注一种标点 也就是句号 那在指标注一种标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呢 在2016年前后 深度学习模型开始应用于 自动断句的任务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自动标点 那它通常它使用的标点种类 是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中呢 就使用了七种标点 那么我们的工作 是在2019年发布 那么也是 据我们调查呢 也是首加将深度学习模型 应用于自动标点任务的 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这项工作 实际上呢 它发任于2017年 那么最后的训练结果完成呢 是2018年之初 我们当时使用的训练数据 包括了中华电子佛典 佛王大藏经 全唐文等数据 我们采用的结构是 六成残差的双向长短式记忆 那么这一张 这个文 这篇文献 发表于呢 2019年的数位点藏 与数位人文 那么这个文章的全文呢 也同时在我的个人首页上呢 提供了全文下载 由兴趣读者呢 在前往我的个人主页上呢 去下载 阅读 那么右边呢 是我们这个 当时这个 这个这样一个模型的 一个结构图 其中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单元 那么这个在一个单元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正向的长短式记忆 还有一个反向长短式记忆 同时呢 在输入跟输入之间呢 它有一个桥接 那么这个桥接结构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残差 那同样的这样的结构呢 它共有六层 也就是首尾相接的 这样呢 它实际上得到这样一个结构吧 那么在这个图像中呢 这是我们早期结构的一个演示 当时这个 这样一个演示呢 是我们古籍库的雏形 最初的古籍库只有自动标点 这一项 这样一项符 那么在当时的演示中 出现标点结果之后 那我们可以针对每个出现标点的地方呢 进行一个 可以查看它的不同标点 在当前情况下的一个统计结果 同时也可以进行标点的编辑 那么红色的部分呢 表示是质心度偏低的情况 这样一边编辑者的针对性的加以修改 那我们呢就是演示到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啊 我们后来又发展了两代模型 那后面两代模型呢 都是基于双子方的结构的 那同时它训练数据的范围更加广泛 那么除了之前的数据之外呢 我们后来又将 四库全书等更广泛的古籍呢 闹到训练数据之中 那么它所得到的文献的得到准确率呢 实际上是大幅提升的 据我们直观的感觉呢 已经接近了人类的专业水平 那右边的图表呢 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对这个标点结果的一个 定量化的一个评价 其中ABC呢 是分别代表的是三类 就是像是三个 三个标点 三个人类标点的一个 一个作品 那我们通过统计可以发现 人类之间的标点 它们的相似程度 实际上是大概在 70%到80%之间 这样一个浮动的距离 那么后面呢 就是这一排 就是我们用 这个Transformer结构 所训练的自动标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就是机器学习的这种 它的标点 跟人类的相似度呢 某些程度上呢 它可能更接近一些人类的 这种啊 就是程度 那么后面呢 我主要介绍一下 文本对齐 那么文本对齐 它实际上是 有不同的层次 那么最初的层次是 针对段落之间的对齐 那么再次是句子之间 那么更近 更细呢 就是短句 或者是子句之间的对齐 那么之所以文本能够对齐 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来源 我们将 所以将这个来源呢 我称之为了同源文本 那么文本对齐 通常的例子呢 比如说是一种平行语道库 那么古文和现代文之间的对齐 是吧 那么它就可以产生一个 古今汉语的这样一个平行语道库 那它对于汉语史的研究 包括呢 它对于计算机辅助翻译 乃至说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呢 它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呢 这样的对齐数据呢 就是进行机器翻译的一个 最基本的渲染数据 那此外呢 这种文本对齐 也不仅局限于古文和现代文之间 那古文之间的对齐呢 通常也是我们进行文献 研究的一个很便利的一个工具 那下面我展示一下呢 就是针对古文的对齐 是吧 利用我们的对齐算法 所得到一个结果 那么左侧呢 是金刚经的一个 揪摩罗史的一个翻译的版本 那右侧呢 是玄奘大师的一个 金刚经的翻译版本 那通过这两种不同版本的这种对比呢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 在佛教术语方面的使用的一些特点吧 比如说左侧的第三行 佛在右边的被翻译成了佛切反 那第四行的比丘 那这右边的是必除 还有呢在左边的时时 时时呢在右边的是于日出分 这样呢是不一样的 同时他还有些词句的详略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纠摩罗史这边是夫作而作 而在右边呢 则是夫如常作呢 结佳夫作 还有更多的修饰成分 同时呢他还有一句话是 左边没有的 就是端生正愿呢 住对面念 此外我们也发现呢 右边一本中 有四句话嘛 是在左边的文本中 没有出现的 通过这样的工具 我们可以很便利的找到 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 那么这个下面的例子 实际上是更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呢 我们光从这两个文献的屏幕上 是看不出这两者有明显的关系的 但实际上呢 根据他的版本文献考察 发现呢 这两个文献呢 实际上是同本意义的关系 一部是四阿含目超解 另一部呢 是三法度论 那么通常来讲 如果是有我们人类研究者 进行这样的对齐呢 是比较花个时间的 那通过自动对齐的这样一个工具呢 我们呢可以很便利的 就是先让计算机 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后面更精细的 这种对齐的这样工作呢 先让我们仍然呢 在做以完成 这可以带来教会我们的研究效率 那么 这个对齐对齐 对齐的对齐算法 它通常是采用了对齐线性模型 和动态构化这两者结合的方式 那么这里呢 我列举了五篇相关的研究文献 并对他们的所使用特征和算法 以及它后面的各种 这种参数优化开发机等 做了一个统计 那么在通常的这种算法设计中呢 那么它常用 它会常用 它有些常用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的对齐类型 对齐类型指的是呢 就是古文和现代文之间 它们的句子数量的比例 比如说一比一呢 就代表的是一句古文 对应一句现代文 那一比二呢 就代表的是一句古文 对应两句现代文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大部分的古今对齐呢 它都集中在一比一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数值之上的 那这下面呢 就是我们进行动态规划算法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对推式 那么其实呢 句子对齐和我们通常的字符串的对齐呢 它有一定的相似性 不同之处呢 只是句子对齐它的结构的设计 特征的设计会更复杂一点 因为比如说就字符串对齐的话 我们比较的只是 这两个字符的是相同还是不同 所以它的曲值呢 只有0和1这两种可能 但是句子对齐呢 它的特征 它通常不是一个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 它是一个0到1帧的连续分布 它可能是0.5 0.5 小数的部分 那因此呢 就是它的这种 你在设计这个特征的时候呢 是要考虑到 尽量能够反映它本质特征 那么其中 比如说一些特征 像贡献汉字指的是 这两个就是 这古文跟现代文之中 它们有哪些相同出现的汉字 还有它们的频率 我们发现呢 很多研究工作呢 将这个做为它特征之一了 此外呢 像编辑距离 还有最长公公子穿呢 这是我们在进行 自无穿对齐的时候呢 经常使用的两种 多元方式 那么我的工作实际上呢 是在前者的 这些工作基础之上呢 我做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那么从理论上 我们增加TQ式 MN的数值 实际上可以含个更多的 罕见的模式 而特别是说 当文献中存在比较明显的 是吧 缺距缺段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我们紧急 缺距缺段在这个 最大只有 只能2比2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 可能是不能含了 这些情况的 另外一点 就是说 贡献汉字 前面提到的 他们没有考虑到 在汉字 他们的 出现的顺序 所以我的工作 是采用了一种 进行设置的 相似度指标 那么它可以反映 顺序性 等语言学特征 同时我在 动态规划的时候 也将TQ式中的 MN的数值也做了一个提升 最后取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么从2021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利用我们新的算法 去扩增我们的文白平行领导库 那么这项工作呢 我主要负责 这个算法的人 就和软件的开发 那具体的这种 编辑工作呢 主要就是由张静武来完成的 那么他是亲历者 那据他的反响呢 说我 我设计算法 在对齐准序率上 可以达到99.9%以上 实际上这样的准序率呢 那么已经足够满足 我们的实际需要了 而且呢 这样的准序呢 即便你采用更高级的 像深度学习这种方法呢 也很难说 你能达到团的准确度呢 也是 也是并不容易 也是比较难 也比较难 那么后来我们 也在古籍库网站上呢 发布了一个简化版的算法 那么这个可以通过网列上 直接调用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古籍工具 古文工具箱 也就是本地软件中的 对齐工具 其中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段落的对齐 这段落对齐的工作是说 从一个文本之中 将 将这种古文的段落 和文言 和白话文的 就翻译的段落呢 给它挑选出来 然后再加以配对 那么 右边这部分 好像是剩余中 没有配对的这些段落 那么 将这个段落 这个配对之后 那我们再进入 下一步的句子对齐 那么这样就能够产生这样的 而且它的这种对齐的 刻意度 我们可以控制 说是句子和句子之间 还是说短句与短句之间 等等 然后呢 这里我们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在网页版的 这样一个对齐工具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 也很简单 只是要将 两个文版分别复制到 这两个动画框之中呢 再通过对齐呢 就可以得到很快的 这样得到一个对齐结果的 而其中为了这种在网页 它在网站的这种环境 跟本地是不一样的 在本地软件中 我们可以采 我们的软件是经过编译的 因此它速更快 实际上那在网站上 我们为了加快它的 这种就是说优化 它的使用体验 使用我们采用一种 预编译的 这种方式 预编译的方式 就是说呢 在第一次调译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那它会先经历一个 编译的一个动作 那么等到第一次调用之后 在编译的这个 它将那个代码 编译完成之后 那后续的调用呢 它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呢 这里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 我们扩增数量后的 文白的这个平行预料库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文言文和白话言的 这种神经网和翻译 眼情呢 与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也接近了使用水平 现在呢 只要是注册用户 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 进行测试使用 那这里我举了一个 非常常见的 郑伯课断语言 也就是左传开篇的故事 作为一个例子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呢 为之请至 这个请至 是吧 那个至呢 是个地名 那么在左边 在翻译的时候呢 它将 它能够准确的将 它的这种地的 这种情况翻译出来 它翻译为 为它请求将质地作为共处段的封译 那么作为类比呢 我们也将这个XXGPT吧 我们也让它呢 对这段做了一个翻译 那翻译的情况 我们发现呢 它 它是那个 它是把这个请至呢 翻译成了字面上的 请求制定 继承制度 那这个呢 就翻译是不符合原文的 同时 它在一些人称史文文上呢 也出现明显的错误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专攻的 在这个 它的这样的一个 是说的话 那这里被翻译成 武功等等的 那么下面 我可能 重点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古籍欧萨的部分 古籍欧萨 其实 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算法层的部分 一部分呢是应用层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呢 都同样重要 那其中 算法层的部分呢 又可以分两个 又分 又分两个 第一个是学术版 学术版呢 它的基础功能是 是单字识别 单列识别和检测 那么这些 这三项基本功能 都是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开发的 那么基于深度学习模型来讲 我们 我们要 通常来讲 它缺少一定解释性了 另外一点 就是说我们 仅依靠这些基础功能 是无法直接得到原文 因为 它无法 因为它无法获取这些文本的顺序信息 那么 因此为了能够得到一个实用化的一个全文 我们必须呢 将这些文字呢 根据它的版面规律呢 排定顺序 那这也是版面分析的作用 那么这些 那因此为了 因此我们的工业版呢 实际上是 在学习版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除了本人分析之外 我们也为了提高它的准确度 而引入了 自在对其 以及的原模型等功能 那这些功能呢 都是由我本人自己开发的 我虽然 刚刚学习 我学习这个Pattern不久 但是呢 我也是迎来而上吧 然后呢 做 就是这个 做了一些算法的工作啊 我也没有想到 我自己能做这么多 呃 东西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 呃 怎么说呢 是是一次探险吧 我觉得 呃 就是说 就像在一个漆黑一片的迷宫里面 是吧 然后呢 我很幸运的把这条路给走通了 我觉得这是里面有一定的 呃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 很幸运的 那这部分呢 其实它呢 主要是以能够设计特别为组 因此它可解释性和可控性很强的 那它可以得到呢 直接输出语言文 那么 它的准确率呢 可以达到98.5%以上 呃 之所以这边把它 呃 说用大于等号 是因为实际上我们 发现在百分之三分之二以上的 这个样本 它的准确率是可以提高到99%以上的 那么 我们下面就介绍一下 它的基本流程吧 那么这里找分7个过程 那么第一个过程 我们实际上这图像的一个原文呢 我们输入到检测模型之中 简测出它的位置 然后再通过自识别模型 啊 然后对这些啊 对这些位置上图像的进行识别 得到它的一个文字的识别结果 然后我们再经过百分分析 百分分析来把这些文字列 是吧 生成这些文字列 同时把这些文字列呢 也排定它们的次序关系 那么排定次序关系之后 我们基于这个文字列的图像 是吧 我们再把这些图像再输入到 列识别模型之上 然后呢 从这样会得到一个列识别的结果 那么它的准确率和字识别来讲呢 大概属于同 大概属于相近的水平 都在94%左右 那我们通过一个字列融合的算法 然后呢 那么最后得到输出结果 那么可以得到 它的错误率呢 从6%呢 降低到3% 也就是准确率达到97% 这样 那我们再通过一个语言模型 对这个 对这个字列模型为中 再给它赋予一个权重 最后呢 得到这个最终的识别结果 那它的准确率 然后又进步了提高 那从之前3%的错误率呢 降低到1.5% 实际上又大致降低了 大致降低了50% 那么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 这个顺序正确的降低到结果了 那么我们常规的这种版面分析呢 它通常是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算法 通常是比如说我们像文本 获得它的段落 断求段落呢 通常是采用同样算法 那采用列切分 然后那方式呢 把获得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列 然后呢 在文字列的基础上 一种我们可以采用列识别模型 直接取得这样的识别结果 还有一种呢 我们在这个列的上 我们再进行一次 这个再进行一次投影 得到一个单字的图像 再进行一个单字的这样一个识别 那么这种模式叫自上而下嘛 但这个方法的一个缺陷在于呢 它很难处理好双方夹注的部分 那另外呢 也有说通过深度学习方法 是吧 通过一定的就是版面分析 是吧 就layout analysis 就是这样的方法呢 直接是从图像中得到这些结构 这也是这种方式 那我采用的方法呢 是采用这种四下而上的一种构建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我先得到这些单字的这些 这样的定位以后呢 那我根据这些字框之间的空间 位置关系 来去确定这些文字列 我将这些文字列呢 就将这些字框呢 逐一加入到现有的文字列之中 那通常判断依据呢 是 当然是两点吧 一点是说 我要后选字框 是吧 它与当前列的一个空间距离 是吧 肯定是 你通常是越近的话 它那种可能性更大嘛 另一方面就是说呢 后选的这字框 与它列的之间的横向上的 重叠程度 那重叠程度 我们通常采用一种 叫交并比的指标 就是交集与并级之间的比例 就是交并比为零呢 就代表说这样是没有交集的 其实呢 这交并比它也是可以是负数的 那实际上负数来讲 就是说 比如说那就像于这个不同列之间 实际上它交集是吧 它的交集是个负数 实际上它也是可以是负数的 那么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 通过这样一个文字列生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列子固定出来了 固定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列经分组 是吧 分组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一个 在一个逻辑列中的是吧 它可能包含了若干个这样的 小的或大的不同的文字列 然后将这些文字列 实际上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分组 实际上它是采用了一种类似迭代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了 然后呢 关于字列融合的部分 我这里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左侧呢 是字识别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到 由于左侧这个字 它检测框呢 它没有把这个鱼字下面的一个钩 是吧 包固进来 因此呢 它单字识别呢 把它识别成了干字 那么在中间呢 是列识别 由于它列识别 可以考证上上文信息 因此 它能够把这个鱼字正式识别出来 那最终我们进行融合之后 那它采用的并不是一种 简单的二选一的这种方式 而采用一种叠加 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两个 你可以把这 这个字跟列的识别结果呢 当作两个项量 那这两个项量呢 在一个空间内的进行叠加之后 是吧 那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这样叠加之后的项量呢 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步骤 比如说在语言模型之中呢 可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判断 那么 那这里的例子会更复杂一点 比如说 这个字的这个词字 那由于这是一部日本的 这种叫日课的 日课的一个 叫日课本 日本那个这个教科的一个 这个佛典吧 文献版本 那通常里面 它是有很多这样的 用来标示这个汉字 顺序的这种符号的 因为日文的阅读习 它的叫做 它语言习惯是通常是读边位嘛 它的位语是方后面的 因此呢 它需要 他们在阅读汉语的时候 通过需要呢 通过一些符号 把那个 把这个汉字是吧 调整到日文 他们比较习惯的顺序上来 所以它就有这样的符号 那这个 因为这个符号的干扰 我们在单字识别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横嘛 那么它把它识别成了 这种五字 是吧 五字 但是呢 在这个 列识别上呢 它就没有受这个影响 那最后呢 实际上它是 将这两个结果 做一个叠加的 那么这里 那前面讨论都比较简单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字 这个字跟列可以一一对应 那这个例子可会更复杂一点 是因为呢 在这个 在这个例子中呢 列识别实际上是把 它识别说了两个字 是吧 它比这个 单字识别是多了一个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通过算法去取舍 说这个字应该是 与下面的字对齐呢 还与上面的字对齐 那其中呢 这里面 那么另外就多出来的字 我是否要加入进来 这实际上也是要考虑的 有些情况是需要加 有些是不需要加的 这个呢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去调节 那么这个例子就更复杂一点 就是说呢 在不管是字刻识别的列识别 它都有多个选项 那这多个选项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叠加 那么但我们看到这个叠加结果 其实并不准确的 但实际上我们算法后面 还有一个语言模型的部分 同个语言模型实际上是可以 判断说 这个 这个无 这个无字呢 应该是有更高的可能性 所以呢 这个字类融合呢 它 它也不可能是达到实验师们的结果 仍然需要一些过程补充 那么除了算法层面的工作之外 实际上要想使一个 这个识别结果 是吧 能够 能够这个 便于 就是说 呈现给用户 便于利用 它还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完成 那这样这就是应用层面 你就是直接面对用户的这个部分 那很多时候呢 就虽然这个算法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它应用层面如果是 你做的不是那么理想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用户体验并不好 那么它会感觉说 它用的不方便 它可能会觉得你这东西 可能呢 识别的并不好 所以 如果我们想将一个 比如算法进行实用化 它的应用层面也是同样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决定用户体验 那么这里所做的很多工作 比如说图像加载的用化呀 包括绿座标的 轻轻化等等 那这里我稍微再提 比如说这里我 为了比如说我们在开发API的时候呢 为了便利大家使用 我们也做了一个跨域资源共享的这样一个设置 也就是说呢 通常来讲 如果说你在一个网页是吧 像不同域名下的一个网址发起请求的时候 那由于目前的游览器的安全策略 那这样的请求通常是被禁止的 也就是说呢 你在当前页面之下所发现任何请求 它所发现的网址必须给当前页面 赋予同意域名之下才可以允许的 那如果要想实现跨域资源共享 那必须要你这个API的服务端要提供支持 必须那个那么服务端提供了支持之后 那么游览器呢才会放行 所以呢 我目前的所开放的一些API商 他都可以支持跨域资源共享 这样的使得 比如说那这样的话便于用户提供我们API 构建自己的用web应用 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他只能通过客户端去调用他 那这样他就限制他的使用的 这样的应用的程度 而另外呢 那我们下面可以举一些例子来介绍 我们应用程度的工作 比如说这是一个图像加载的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选中了一个大概五兆大小的图像 那这个图像呢 我们通常按照我本地的 比如说上文数来讲 他可能要上十几秒的时间才能完成 那么而我们这里呢 看到的实际结果呢 他他在网页上的呈现几乎就是瞬间完成的 同时他的后台准备工作呢 也就是这个转圆圈的工作呢 也是经过几秒之中啊 也是比较短的 那么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呢 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这个叫做前端的一个处理啊 也就是说将将图像的呈现工作呢 把它放在了游演器端 然后同时呢我们像服务端呢 它是发送的是一个压缩后的识别啊版本 这样呢它能够适应更多的网络环境 它速度会更快一点 那如果如果说用户希望上传完整的图像进行识别的话呢 它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通过质量处理的方式啊 那它可以上传完整的图像 那么另外一点呢 它可以通过API调用 API调用呢 它都是上传完整图像的 那么好的 那我们下面看 关于这个 关于列作标的倾切优化的部分 那么左边呢是一个是说 列呢是一个巨型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 我们看它的 如果通过巨型对这文字列进行标注的话呢 它很多地方呢 并不能贴近这个文字的走向 那么左侧呢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那个算法呢 使得那个生成的是四边形的桌标 四边形桌标 那么因此 它能够比较 还好地贴近这个文字列走向 同时 同时我们对于这个 同时我们也通过算法控制了 这个列的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使得它不受少数个别字 是吧 它比如过窄或者是过宽的影响 那么它能够更好地提前一个平均效果 同时呢 如果你仔细发现了 你看到说实际上 在上下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做了平均 但是这个平均并不是整体平均 实际上它的结构是呈现是一个梯形的结构 就是上面跟下面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 就是说为了实现四边形作标 我们也可以呢 通过手动进行绘制 在手动绘制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算法的一个设计吧 就通过这个设计呢 指的就是我们在确定前三个顶点之后 那么第四个顶点 是吧 那第四个顶点 它不管你移动到这个图像症的任何位置呢 它都不会与前面这边发生相交的一个作用 比如我们将这些点是吧 我们移到任意的方向 它始终呈现的都是一个当前是吧 这四个点的一个包落形状是吧 它包落形状它没有产生的相交 那么那么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 就可以实现的 好的 那后面我们再往下看呢 这是一个文字区域的一个毛玻璃的一个特效 怎么是毛玻璃特效呢 那我们 那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 在文字 在文字区域是吧 文字区域呢 它的背景呢 是一种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它的 它这个文字列的这种背景 它这个文字的背景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它有一定的就是透明度 是吧 它能够透过这个背向后面的图像 但是呢 它又不是简单的叠加了一个透明度 它又对背景做一个模糊化的处理 也就是说它在一个 它在 它在一定透明度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个模糊处理 所以实现了一种毛玻璃的特效 但这个特效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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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 web标准就自动提供的 我只是将它应用在我们这个网易之上 但是这个特效呢 可能由于不同的浏览器 它的支持标准可能有差异 可能在不同浏览器上呢 看到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在 Trump的这个浏览器下的 它看到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再看 下一个 那这是一个图文对照的一个演示 图文对照演示就是说呢 我们再重看 这个在这个演示之中 就是说 我们采用一种前端渲染的一个技术 前端渲染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它所有的这些文字列图像 不管你是放大还是缩小 都经过了一个渲染的 这样一个流程 都选之后 同时我们也保证 这个文字的部分和图像部分 它高度是一致的 这里我们可以调节 它们之间的间距 也可以调节它们之间的 这个高低大小等等 那就是说 即便你对这些文字列进行了编辑 那么编辑之后的这种高度呢 也能够实时的适应 这文字这个图像部分的高度 然后看一下 这个呢 这是一个动画的特效 这动画特效是用于 比如说在某一些服务 它等的时间比较长 为了减少大家的枯燥 这种感觉呢 我们做了一些特效吧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点击自动识别之后呢 它需要一点反应时间 因此它有个动画效果呢 就给大家去看吧 那么这个动画特效 特点就是说 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文字呢 似乎就这个 就是粒子效果 它似乎在通过文字区的时候 它速度就降低了 是吧 因此你感觉 好像这个 因此你看到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文字 好像阻挡了 这个沙字的流动一样 然这个效果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这粒子运动速度 与当前图像的明暗度呢 进行关联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图像越暗 我让它速度越低 那它就自然而然 形成刚才这种 流沙的一个特效 然后 这是一个打字机的特效了 这个特效是用于 目前的在写作这部分 写作部分是说呢 我在生成文本的 以后呢 它会呢 它会把这输入结果 以打字机的方式呢 快速的呈现出来 就一个字 它是连续的 然后将在那里打拽的 这些就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另外我们呢 这关于API服务呢 我们采用一种叫做 JSON Web Token的 就认证 设计认证方式 那么因此 就所有这样的API服务呢 它都需要先申请 Assess Token to Assess Token来访门 这样的服务 目前我们的这个API服务 实际上是已经 开始了两个域名 这样的话呢 以满足不同 对于这个上传 不同的需要吧 然后呢 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 这个古极库的发展历史吧 那从其实这个 从古极库的发展呢 被追溯到2016年 我在这个 2004的占领办办公室 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是 是跟很多的 很多单位进行了合作 然后呢 然后呢 去需要很多的 他们支持 我们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呢 叫做吃百家饭吧 那第二阶段呢 就是2020年以后的 就是说 因为很多工作 实际上 你进行到已经重做之后 比如说你进行到 应用层面的 以后呢 你发现呢 你光靠外部力量 是很能帮你解决的 就外部力量 它可以帮你解决一些 比如核心的 比如说一些 比如可以帮我们去 一起合作 做训练一个模型 但是说要发展 开发一个 很好用的网站 是吧 那这些 其实需要 投大量的时间跟精力的 那这部分来讲呢 其实最好 还是要靠我们 自身的力量完成 像那个大量金电子化前辈 比如说 这图像中的 这白发老者呢 就是在国际上推动高地上电子化的先驱者吧 在我们大量金电子化前辈 很著名的 美国伯克利分校的 兰卡斯特教授 他当时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 这是在2016年拍摄的 那么在2016年时 我们有一个单字识别的 这样一个结果 2017年呢 就得到一个整列的识别 2018年呢 这是我们2018年时候的 一个基础 区别的演示 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演示视频中 实际上他已经包括了 比如说最基本的 像单字识别 单类识别 但是说你要想把这些功能 组合成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 就是能够 面向一般用户 就能使用的工作 实际上他的工作量 就是很大 那上这些工作量 就是我后面 所完成的 就是从2020年之后的工作 那么从2020年 2020年啊 然后那个是很很特殊的一日子了 那都是日子里呢 实际上我进入了一种类似闭关的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啊 实际上呢就是啊 很多工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那个时候因此我 我就开始把一些工作捡起来的 这个是我在web是吧 用web就利用那个word红是吧 红的做了一个自动标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后面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软件 啊 那么再后来呢 我我这些简单工具不能满足的需求 所以后来我又进入新的框架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进入不同的 栽购 又又做了两版的古文工具箱 这两版采用的开发架口是完全不一样的 开发语言也不一样 啊 左边我用的是 这web.net的 右边用的是cshop 啊 同时他的这个采用的再过也是不一样的 啊 那到了2021年 那我这个时候呢 是基本完成了文摆这几次算法 那么同一年我也开始 研究这个 开始研究欧斯加算法 我从那个时候实际上 真正开始 使用Python进行编程 啊 我印象很深的2021年的时候呢 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是发起了一个 古籍欧赛方面的一个竞赛的 啊 那个时候呢 是我没有 虽然说当时李先生也邀请了我 但是呢 我没有参加 啊 原因呢 是实不为也 实不能也 啊 我不是不能在 我不要在 而是我当时还不问 没有会Python编程的 我还对欧下算没有任何了解呢 实际上我开始研究这个 大概是在5月份的左右 才还是的 啊 那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双层PDF的一个 生存的一个算法 因为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很多人来提出需求啊 那么后面呢 我也做了一个 web后端的开发 那这时候我就将啊 之前的欧西亚的学术版 是吧 那再通过网站啊 建过年的网站 并发进去把它 API也做了一个发布 那等到了年末的时候呢 我们的欧西亚的工业版 也就基本完成了 在2020年 也就是2020年 也就是去年 我的很多经历是用在了 这个欧西亚的应用层方面的工作之上 那这时候我的开发员 也转换成了这个JavaScript 做了很多前段的开发 啊 那么另外我们也对这个工业版呢 对它的这种服务的进程扩容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域名 啊 另外呢 在在这一年呢 那基于我们的文白语料呢 文白翻译呢 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啊 那么最后呢 我用一个图片来结束 我的这个演讲吧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曾经用了这样的一张图片 当时呢 对我来讲呢 将学术技术艺术 魔术啊 将为价值结合呢 只是一个设想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 我只是对 我只是说对于这个 呃 只是对于这个大档经啊 以及佛教文献呢 呃 就是进行版本教刊 这方面研究的一个 我只是一个学术的一个 感觉身份吧 呃 但是我到现在呢 实际上关于这个产品层面 是吧 用户体验层面 还是算了层面 我都有设立了 所以说呢 虽然是 应该讲的 就是说样样都不太精通 但是样都会一点 呃 因此呢 实际上它就像一个木桶一样 是吧 就是当你的每个边 都比较齐全的时候 它实际上反而能起来 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实际上这也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 我只 我只在学术方面 比较擅长 我的技术 或者在其他方面 都不在擅长的话 比如说你需要跟很多人合作 才能得到一好的结果 而这个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 呃 就是需要 很长时间的合作 而且呢 就是要双方互相 了解是吧 对对方的东西 这样才能达到 很好的效果的 啊 比如说你技术 是吧 你光会编程是不行的 你还要去对于 比如说我们古籍 是吧 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这样呢 你才更好去从事 古籍方面的 这种技术开发 包括算法营修 那对我来讲呢 这就是一个 啊 反而是一个优势吧 就是说 我可以更好地将 我在古籍方面的 这种知识 融入到算法 和技术方面的设计之中 因此对我来讲呢 古籍库呢 它之所以用酷 是吧 呃 我也觉得它代表 一种有趣吧 就我认为古籍 它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对我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枯燥的一个 是吧 好像是忍辱负重 才能做的一个工作 而古籍呢 这东西就是 有趣而已 而且呢 而且我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又不觉得说 就是说要 我而我也觉得说呢 要通过这种 工具来提高 它的工作效率 这样呢 能够呢 再能够让我们的 这种专业 是吧 这种专业知识呢 能够再 呃 更好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呢 把很多时间都 花费在了 比较枯燥的这种 比较那单调的 这样的一种 重复性的工作之中 那好的 那我的这个 就演讲 就先到这里啊 那后面的时间呢 就交给呢 张静来介绍 我们网站的一些 具体的使用 操作的方面 好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叫张静 来自北京 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大家在这里 交流学习 刚才呢 大家已经听到了 前面有法师 从古籍库的理论 应用层面 做了一个 整体的介绍 那么我就从 古籍库平台的 一些功能的 操作方面 来给大家 介绍和演示 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 中文古籍 OCR 超分辨率 双层PDF 自动标点 文版翻译 版本比对 以及 OpenAPI部分的演示 因为呢 后边的内容 我主要是放在 平台上 操作演示 所以我先把 PPT结束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是 古籍库平台的 注册和登录界面 在这个界面里呢 新用户可以进行注册 注册以后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稍等 我这里掩藏一下 好 那么 有注册之后呢 在这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直接登录 登录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古籍库平台的一个 主体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 它下面呢 就是会涉及到一些 分类操作的一些引导 然后我们先进入到 然后根据需求再进入到 不同的操作界面里 我们先看OCR 好 OCR的 它的布局呢 分为三部分 最左边是图像区域 包括上传图片 自动识别 双层PDF 超分辨率 以及放大和缩小功能 放大和缩小呢 主要是为了调节它的一个宽度 中间区域呢 主要是涉及到坐标的调整 坐标的调整 就是说在图像中标注特定的位置 然后定位文字在图像中的区域 右边呢 区域主要是文字部分的 包括文件操作 比如像预存图片 历史图片的调用 最近使用的图片都可以迅速的调取出来 这个地方呢 是数据的加载 数据的加载又包含两部分 一种是从本地上传的数据为件 还有就是从网站加载它的一个备份 这里呢 是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有三种格式 表格 文档 还有Json数据 这里呢 可以定义说 是可以定义说导出数据中的数据项 那么主要是 通常来说呢 我们会把三项都进行选择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 它后期有足够的编辑空间 后面是清空 以及使用提示 大家有不明白 这里要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提供参考 好 我先演来演示OCR的操作 上传一张图片 我用放大和缩小调节一下它的宽度 第一项是自动识别 自动识别呢 主要针对的是竖板图像 也就是古籍通常用的图像 识别一张图像会消耗120的算力值 算力值呢 是我们给每个用户赠送的使用量 不同的用户算力值是不一样的 一般用户每天有1000的算力值可以使用 但上传和识别都会消耗算力值 对于一些授权用户呢 算力值比较多一些 我来点击一下识别 出现这样动画效果的时候呢 表示正在识别中 识别结束后 动画效果也就消失了 那么在后面 在右边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识别结果 它的每一行代表图像中的每一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了更清楚的看到坐标的这个情况啊 像这个文本下 它的作用就是在图片中只是显示坐标本身的这个区域 这里有一个使用技巧 数据的分页 也就是显示和隐藏功能 分页功能 选择这个功能呢 稍等啊 好 选择这个功能呢 它比较便于我们一次将所有的列都选中 如果我们为了快速了解识别结果 就选择隐藏 这样就就可以看到当前所识别出来的一个分布情况 好 下面的操作的下面的操作演示实际上是数据的标注过程 数据标注呢 一方面用于提供OCR眼情训练的数据集 一方面呢 希望生成图文对照的比较精确的双层PDF 那么在识别的基础之上呢 我需要把它编辑成一个完整的就分成几部分来进行 第一部分就是坐标的合并 那么在这张图片当中有两处 比如说像第十一列和第十二列 我们可以把这两列合并在一起 合并 合并的操作就是说呢 在表格处于当前这种显示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然后点中就是点中所在列的中部 它就会变成绿色 中间数字呢表示显示它们语意的顺序 确定这两列按这个合并的这个按钮 那么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的意义就是说 合并之后这个操作是不可逆的 因此它做一个提醒并免误操作 好这这两列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看哈还有像第二十六和二十七 选中合并确定 基本上我就完成了第一步的操作 第二步呢绘制 主要用于添加这种遗漏的文字列 我放大一下 我们看到哈这里有两处 为识别出来的文字列 也就是遗漏的 这两个地方呢就需要进行绘制 我们现在先添加绘制 那么同时呢 为了显示已有列的坐标位置 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显示列的功能 这样的话呢在绘制过程中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以前的这个位置 关于绘制呢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两种标准 一种是巨型另外一种是四边形 我们平时的操作方式和拖跃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就会可以通过点击顶点来进行确认 我特别强调一下哈 因为在绘制过程中呢 这个这里的这个绘制按钮要始终保持这种选中的状态 我先来用巨型的操作一下 点击然后移动 好点击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 那么我刚才这个这个在绘制过程中就这里显示失败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这个开关我需要把它关闭一下 不能进行同步识别的 我下面再试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谢谢 我先进行一下刷新 我再重新绘制一下 好,这里30和31列就出现了这种识别结果 这是矩形的绘制 进行一下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先把它清空 然后再进行一下四边形的绘制 刷新 绘制四边形的绘制 然后其实和这个矩形的绘制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依次点击它的四个顶点 这样 一 二 三 四 好,下面就出现了这个绘制的结果 31和32这个两列 我们看到 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两种的操作方式 那么我们的这种操作方式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比较方便的 比如说当我们的图片 当你的图片特别长的时候 如果拖页的话呢 绘制就要超出当前屏幕高度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不太方便 既要把左键按住 同时又要去用另外一个手指控制中间的滚姿 我们目前的这种操作方式通过两次或者四次进行绘制的话呢 在调整高度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因此来讲呢 这样的操作方式本身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标注过程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刚才我绘制的两处 大家看到了哈 后面它会显示 后面会有这个数字的显示 也就是坐标的显示 这个刚才我绘制的是 最后的是四边形的 四边形 这两个是 比如说我举例三十一来说吧 三十一这个后边的 它的数字 那是显示它的这个坐标 四边形是以八个数字分别定义它的四个顶点的 对于我们刚才绘制的巨型 它是以四个数字分别代表它的左边界 右边界 左边界上边界 右边界和下边界 因此这两个格式是不一样的 为了统一呢 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一个改变坐标的形状 立方体 可以进行相互的转换 可以将四边形转换成巨型 也可以将巨型转化为四边形 其中当我们将巨型转化成四边形的时候 这个操作是不需要确认的 那么如果将四边形转化成巨型的时候 这里就需要进行这个提示 对于刚才绘制的这个坐标呢 要转换成巨型的时候 我就要点击一个确认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计算发现 坐标本身不是巨型 它会当你的巨型不是严格的 非常严格的时候 按照最大的包容量去转换 因此这种转换跟原来它是不一样的 需要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再将巨型转换成四边形 这样就不需要确认了 好 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操作当中 我恢复一下 下面的一个操作呢 就是坐标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些列 有少字的这个情况 它需要调整之后 才能够贴合这个字列的实际情况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使用坐标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 这个文字列的编辑模式当中 首先我们将处于显示状态中的 这个列选中 然后呢 将鼠标移动到 它需要调整的坐标顶点附近 我这里要需要先开一下 这个修改顶点 然后点击之后 移动 然后确认 出现这个提示之后就移动 然后确认 确认之后呢 鼠标再进行第二次的修改 点击 然后移动 确认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两次的顶点的编辑 再微调一下 好 我们看到 第五列当中 也是有缺字的情况 我们选中 然后点击 下边 我再进行一下修改 这里 还有第21列 再选中 点击 然后选中 移动 点击 有些边界不是那么贴合文本列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微调 比如说像这里 我做一下简单的微调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修改完成了 然后我再把这 从 把这几列 从选中状态 恢复到显示状态 那么有两种操作模式 就是点中这个列 然后依次取消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取消选择 这样就可以恢复到显示状态了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刚才法师介绍过的 倾斜优化 这个功能 倾斜优化呢 就是通过算法来产生的 它基本上都是比较贴合 这个实际情况 那么 那这里就跟我们这样的 倾斜优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实际上呢 对这个当前的这个 这个列的 进行了一定的算法处理 让它尽量能够去贴合 当前的这种坐标形式 这样的话呢 就大幅度降低了 人工的这种工作量 因为我们之前做 也做了很多 这个标注的工作 调整的工作量 还是蛮大的 最后一步呢 就是顺序的调整 刚才在绘制的时候 其中有两个地方 比如说像31和30和31这两列 它的序号 加在了最后面 我们希望它在原文之中 依次排序 就要对这两列的顺序呢 进行调整 首先呢 我们是要将整个列 还是要处于显示的状态 依次再将这种 比喻顺序选中 那么在选中这两列之前呢 就需要先选择一个引导列 就比如说像30前面的这个2 第二列 再一次选中 刚才绘制的30和31两列 然后点击这个排序的按钮 它的顺序基本上就调整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三列 目前还是选中状态 我可以通过刚才的取消选择 然后恢复到显示状态 基本上就完成了整个绘制的 目前呢 就是基本上就完成了 坐标合并 绘制修改顶点 排序四个步骤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首先我恢复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行文字的编辑的流程 文字编辑流程呢 有三种工作模式 第一种工作模式叫做表格 表格的编辑 可以直接在表格内对文字进行修改 一般就是说要在 就是说要在这个 所需要修改的这个列 直接添加文字 比如说像第一列 这里少了一个大字 对吧 我来添加一下 然后点一个回车 来确认本次的这个输入结果 确认输入结果之后呢 这个字就显示绿色 绿色呢 表示这个字是编辑后的部分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里的字都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也是每个字的颜色呢 就是分成了三种 一种是白色 白色呢 表示这个字的知性度比较高 越接近白色 就表示它的知性度越高 那么红色和黄色 表示知性度就比较偏低 这是表格编辑的一种模式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 第二种图像编辑 图像编辑的方式呢 首先在图像当中 选择选中当前的 需要修改的这个列 比如说我们找一列 缺字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第七列 我再修改一下 刚才 好 好 我们这里看到哈 第七列少了一个字 如对吧 比如我可以用输入的方式 然后进行了 然后还去 然后在图像的文字区域的右侧呢 会出现一个可编辑的 这样的一个文本康 这里的所有字呢 都可以进行编辑跟修改的 编辑了之后呢 就像刚才一样 然后点击回车 回车之后呢 他也就会对做过编辑的修改的地方 用绿色的字来进行提示 那么刚才我已经编辑过了 现在呢 我们还是把这一列 从选中状态恢复到 选试状态当中 就完成了这个图像文字的编辑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是进行第三种的模式 第三种模式就是图文对照 图文对照的模式呢 可以按这个按钮 这里的有一个图文对照的按钮 好 我把它缩小一下 这样可以看到更清晰一些 图文对照的模式呢 在于它能够清晰的显示图像 与文字的对应关系 有两种操作方式 一种是呢 可以直接通过菜单的方式进行修改 另外一种呢 也可以像刚才那样 像刚才的表格编辑和图像编辑 在文本列当中编入需要修改的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第六列 这个重 这里有一个一体字 那么我选中这个字 点击菜单来 它就会出现这些功能 像第一个呢 每个字它是带拼音 它这里有一个拼音 我们每个字都会有拼音 就是最常用的拼音 然后这里是一体字 一体字呢 通常是我们语言学上的一体字 针对一体字 我们提供了这种批量的 可以看这里哈 我们提供了这种批量的提换功能 它就是其中包括三种 单字局部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向后提换 那么因为一体字之间 它们是在语意的 在语意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可以通过批量替换 可以快速将页面之中的一体字 统一起来 然后这个标志呢 就是代表的是全局替换 比如像像刚才的这个重字 就会替换成右边的 这个字 如果想切换成其他的 就可以在探索中选择 不同的替换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还回到这里来 好 当前的这个字呢 这里在左下角也会显示 替换一处 显示这个字数 这个替换的数字 我们还会 我们还选择到当前的这个字来 下面是一体字 下面是行进字 行进字呢 顾名思义 就是形状相近的两个字 由于我们对字形的认识不一样 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这里的行进字 不是人工来生成的 是根据识别过程中 模型的支线度来判断两个字的相似程度 识别过程当中呢 这些选项就会经常出现在一起 因此行进字 它是由算法自动产生的 并不是由人工设定的 哪些字是行进字 好 下面是语意替换 语意替换呢 是根据上下文环境来给出候选字 候选字是由语意模型自动推荐的 会给出十个选项 每个选项后面呢 都有一个推进度 推荐度 推荐度越高呢 越符合当前语意的一个 吻合程度 契合程度 向前和向后补字 向前向后补字 是我们提供的比较便捷的增加汉字的 一种方式 在选中当前的字的前面 或者是后面根据上下文语意 来就是模型 模型推荐的推荐项 同样呢 它也是给出了十个选项 每个选项都也都有一个推荐度 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 在排在前面的 是知性度比较高的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错字 一错字呢 一般情况来自于 本人账号的这种编辑记录 对于这个字做过修改的 它都会记录在 一错字之中 便于下次修改同样字的时候呢 可以快速的找到 一错字呢 它的提示丰富程度 取决于本账号的历史 本账号的编辑历史 账号就像刚开始注册的账号呢 一错字是没有任何提示的 随着编辑记录的增多 一错字也就越丰富 这是整体的这个菜单栏的介绍 那么我会根据这个菜单栏里的这些功能 对整个文本吧 进行一下修改 比如说像第七列 这个十前面少了一个一 我就用向前补字 像这里 林中后面少了一个语字 五后面 然后增加一个摆字 像第六列 这个文这里 就可以用这种语意替换的方式 它识别错了 我们可以替换成文 书诗里发王字 像文和像中 可以看一下 像第十列 这里少了一个字 再前面 需要增加一个字 好 第十一列 第十二列 这里的 也是 这个帽 也是识别错了 那么我们可以 就用语意替换的方式 然后呢 还有这个气 也是识别错了 王 然后后面再少了一个子 像第十三列里边 这里也有两处 需要更改的 像 王 我可以放大一下 像这里也是 识别错了 我们可以用 语意替换的方式 然后后面好像是一个子字 还有缺了一个如字 那我就用向前补字的方式 如是等就是二 我们看后面还有没有要修改的 像这里 这个王字 我就直接可以用语意替换的方式 是等 这里 用语意替换的方式 替换成等 那么这里 那么这里也少了一个五字 可以 向前补字 这里也少了一个百字 那么我就用向后补字 好 基本上 整体的这个文本编辑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呢 也提供了一个断句的功能 点击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哈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断句功能呢 它主要是用于辅助编辑的过程 我们点击这个之后呢 当鼠标移动到文字区的时候 它会自动提示当前所在位置的句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比较明显的效果 然后我们通过红线呢 表示句子 通过红线呢 表示句子 大家看到哈 中间还有红线的部分 我们通过红线呢 表示句子的间隔 就可以理解为 句斗中的斗号 那么在左下角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屏幕的左下角 在左下角呢 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一个 简单的字形的统计功能 比如说我们选中某个字 我们看到哈 这里就会出现 当前页面中 这个字的出现了一个总的次数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里也提供了 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也提供了 很多的 这个在网络上能够比较公开的 比较权威的一些字典 那么便于呢 在线去查询 比如说 而且并不是说随便找的 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像这个康熙字典 我点击一下 好 像C-text C-text呢 它是 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这种数据 也是很有意义的 UNI-hand UNI-code的标准 打开一下 像UNI-hand的database 这是一个 就UNI-code的 针对这种中日韩月 表异文字的一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可以查询到 它的一些数据的编码信息 像下面的中英翻译 中英翻译的词典 还有中日和德文 还有这是一个匈牙利文 这些词典呢 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查证 而且他们都是属于网上公开的 这些资源 都是以字为单位的查询功能 并没有我们这里 我们古籍库平台并没有对他们进行 抓取操作 因此就是我们点击之后呢 就像刚才操作一样 就是只是提供了一个跳转链接 可以去原网页自行查看 好 基本上这个文字编辑的流程 基本上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要返回到 刚才操作的这个OCR的这个标注的界面里 完成一般情况下是完成界面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数据的导出 我们看哈 刚才还是看这个导出这里 有三种的格式 一种是表格 文档 我来讲一下这两个的区别哈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的表格和文档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带坐标的 一种是不带坐标的 然后我再重新导出一下 好 刚才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带坐标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格式 稍等我打开一下 这种是不带坐标的一种数据格式 可以看到这样的直观的一个效果 那么文档也是同样的 这是带坐标的 然后这里是不带坐标的 这里的 Jayson数据呢 我需要特别提一下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适合后期编辑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个模式呢 后面把图片和文字 在我们平台上进行 比较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 这个比较精细的这种编辑 因为它都涵盖了 但同时呢 需要把这三个坐标 数据项都要选中 其中呢 这个识别概率只对Jayson有效 刚才我们在导出前面的这个表格和文本的时候 它并没有包含这个知性度的信息 我可以重新导入一下 给大家使导一下 看一下哈 我先将刚才的 保存一下Jayson 我重新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Jayson的格式 比如说像这一张 然后上传图片 然后上传坐标文本 那么呢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在平台需要进行编辑的时候 就要选择这个Jayson数据 好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双层PDF 双层PDF呢 指的是有两层结构的文件 一层是图片 一层是文件 它既保留了原文件 尤其是原图片的一个真实状态 方便了数据的索引和复制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哈 看目前就导出了 然后呢 我进行一下保存 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这样的效果 我们平台的这个双层PDF呢 对这个EcoVac的Reader的阅读器的支持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它能够比较完整的保持准确的次序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进行一下复制 就基本上就完整的复制过来 把文字 我们还回到这里 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这里有一个批量处理 批量处理呢 主要针对的是授权用户 是按次来计费的 可以依次上传一张或者是多张图片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选中五张 点击这里的竖板自动识别 然后上传图片 这里就会有一个进度的提示 比如说上传是几秒钟 识别是几秒钟 这速度上还是比较快的 识别完之后 上传和识别完之后呢 这个也可以就是 我们可以利用将每一张图片 然后进入到 利用我们刚才的这个网页平台进行编辑 我需要点击这里的这个编辑的按钮 就返回到这个编辑平台了 不好意思 我再重新 可能这个有点慢 刚才也有无操作 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编辑 比如说我操作 一下 然后合并 然后编辑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的有一个同步质批量列表 那么它就同步过来了 同步过来以后呢 这里这里就会显示这个黄色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区域的文件都进行编辑 编辑完成之后再统一进行下载 它可以进行统一的下载 也可以进行单张的下载 一次性 比如说统一的下载是 这里有一个数据打包下载 一次性将所有的数据文件 然后保存为一个压缩包的格式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之后呢 然后我解一下压缩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看这就是刚才批量识别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点击这个呢 就是单张识别 我就不试了 不演试了 还有下面的 我们还回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 下面就是还有两项 超分辨率和图片上传 超分辨率呢 我先上传一张图片 大家看到哈 这张图片比较模糊 超分辨率呢 它的功能主要是用于图像增强的清晰度 根据图片的这个情况 选择放大两到四倍的这个效果 点击 然后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 这个清晰度哈 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我给大家保存一下 然后保存 那么这是我刚才处理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辨率哈 像素 它比较明显哈 四倍的提升 好 这里呢 是UIL UIL呢 就是通过网址上传图片 前提是需要提供比较明确的这种链接地址 下面我 我从其他的网站上 然后抓取一张图片 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选中之后 点击图片的这个图像 复制图像链接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粘贴过来 确认 大家稍等一下 好 帮我调整一下 这样就显示出这张图片来了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识别 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这个识别效果哈 如果想快速了解我们的这种识别的一个效果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我们平台呢 也给大家进行了提供了多种便捷的这种操作模式 好 我进行一下清空 基本上 这一块的内容就介绍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部分 文本加工的这个模块当中 文本加工呢 它分为自动标点 交对和对齐 首先我点击一下自动标点 好 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自动标点的这个界面哈 刚才法师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自动标点的这种 模型 所谓自动标点呢 也是指在非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根据特定算法给出 给没有现代标点的古籍文本 自动标注现代中文标点的这种技术 在未注册的情况下呢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我们这里也做了一个免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可以比较自由的应用 我们这里呢 也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可以直接粘贴古文的内容 另外一种是从死贝塔上直接跳转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里呢 选择的是 同样的是就是死贝塔上的内容 而且就是禅宗相关的 因为禅宗方面比较 标点方面 这些是没有标点的 然后一方面它是比较难 难度比较大一些 那么我们也就选择这个 选中之后呢 点击复制文字 然后粘贴为文本 再点击标点 大家可以看到哈 就直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 同样是选中一段 那么我们看到菜单栏里的 这里有一个自动标点的这个提示 点击 然后就 就直接跳转到这里边来了 刚才一样的内容 或者是 我再重新选一段 然后自动标点 大家看一下 比较快速哈 因为我们一直在与死贝塔 进行合作 给死贝塔提供这种自动标点 所以说 通过死贝塔的网站 可以很方便的调用古迹库的 这种自动标点 然后 好 下面 我们进入到 校对 校对呢 所谓的校对呢 就是两个版本的这种比对 我选择了 一个 我选择了金刚经的两个不同的译本 一个是 纠摩罗石的 大家看一下哈 另外一个是真谛法石的 好 我选择这个校对的按钮 好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哈 下面就会显示一个 它的一个校看记的一个结果的显示 比较明显哈 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代表的是底本 相当于A 然后紫红色部分呢 代表的是校本 不同的颜色 代表当前的差异出现在底本中 还是出现在校本中 这是校对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尝试一下 下面是对齐的一个功能 对齐功能呢 刚才法师在前面 已经比较全面的介绍了 那么我在这里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演示了 好 我们直接进入到 创作部分的这个翻译这一块 同样呢 我也选择了 这个礼记中的一段话 我来给大家 试一下 然后粘贴过来 直接点翻译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哈 然后我再选择对齐 这里的对齐呢 和刚才的这个对齐的这个工具 它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 在这里增加呢 也是便于大家的 就是一种学习吧 可以直观的看到下面的 这种对齐的效果 就是平行语量 好 下面这里呢 也提供了各种的 不同的导处格式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选择 那么对于这个对齐按钮呢 我也特别强调一下哈 这个功能呢 也是基于 就是基于文白语料的语言特征 然后提供了一种基于 基于基子 基子相似度的对齐算法 实现了文白平行语量的 这种对齐功能 我们也是 有较高的准确率 刚才法师也提到了哈 从 在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是 自检平行语量的规模 从数十万 然后增长至数百万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 最后的这个模块当中 然后OpenAPI的演示 OpenAPI呢 分为三个部分 简介 用法演示和文档 其中 简介和文档的部分呢 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然后我主要是给大家 介绍一下 用法演示这一块 这里呢 它分为三个API 一个是OCR的 一个是超分辨率的 还有就是双层PDF的 刚才我点击 这个 这里是提供了一个 折叠和展开的一个功能 可以很快的把这三个部分 进行折叠和展开 好 首先呢 我先上传几张图片 稍后再给大家 一一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传的图片显示在 右边的图像当主 左边的图像部分 左边呢 就是整个的图像区域 它有放大和缩小的这种功能 然后旁边呢 这个是显示的图片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文件名格式大小宽高度 还有这里是这个未识别的这个状态 这里呢 是识别后的一个观察自根列的一个结构 还有区域 这部分呢 是可以将识别结果导出的格式 这里为什么会是打包呢 我们看哈 刚才我上传了几张欧塞亚的图片 它是支持多张图片的上传的 可以切换下一张 比如说 但是这种切换需要人工进行操作了 还有识别 需要一张一张的点击 一张识别之后 切换到下一张再点击识别 这样的操作方式 全部识别完成之后呢 可以把所有的识别结果 然后打包下载成JSON数据格式或者是文档 下面的这里呢 是图片格式的转换 可以直接将图片转换成 比如说像PNJ等等 不同的格式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然后进行保存就可以了 我就不做展示了 右边呢 我主要来介绍右边的这些部分 右边呢 主要分成五个部分吧 首先UIL这一块 服务器的地址这一块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古籍库的平台的网页服务器 它支持的是四兆以内的图片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极致达的服务器 支持的是四十兆以内的图片 这个选择这个的话呢 可以就是图片选择 比较大一些 这里账户呢 有授权账户和掩饰 分为掩饰账户 我这里是授权账户 下面呢 是后面的字段 还有结果 还有代码部分 都增加了这种折叠 和展开的功能 字段会有默认状态 可以参考这个说明文档 首先第一个呢 是授权 授权 用户授权指的是 验证某个用户是否有权限执行的 这种某操作 我们也是这个 获取 这里也是为了获取这个token的授权吧 好 下面的是 这个 好 我再说一下 再强调一下 这里也是服务器端通过解码这种token的健全 返回给客户需要的这种数据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上传和上传图片 以及支持多种格式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格式类型 那么这个呢 是图片的一个布局 它分为竖板和横板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 这个默认值是数百 这里的 这个array这个功能呢 它是 用户可以 就是 选择需要的 识别区域 我给大家操作一下 比如说 在这个界面里上呢 它可以进行 它可以直接进行这种拖拉 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确定下来 圈好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大家看到哈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坐标 点击识别按钮 那么它识别呢 只是针对这个部分内 这个区域内 区域的内容进行识别 我们可以看到哈 结果部分有两种 一种是JSON数据 它这个原始格式呢 增加了这种可视化的这种功能 给大家折叠 展开个折叠看一下 可以通过这种展开呢 很容易的看到里面的这种内容 还有Text 这种模式 它把每一行 这个都可以单独显示出来了 如果想看一下 它的这个结构呢 点击这个版面结构这里 区域就是刚才我划定的 操作的这个这部分 可以先取消 然后我可以点击一下字 然后或者是列 大家就可以直观的看到了哈 这个版面结构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展示效果 观察识别结果上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好 我进行一下 取消 最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代码 代码的部分 代码部分呢 它分为三种 一种是 第一个是命令行 命令行呢 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输入 这里的参数呢 也都是固定的 前面怎么设置 这里就是怎么设置 都是同步的 而且就是都是简化的 根据前面的固定参数 生成一种演示性的代码 我给大家操作 演示一下 首先我复制这个代码 首先我复制这个代码到 命令提示行里 然后粘贴 我需要输入本地的 文件路径 比如说C盘的一张 我把一张图片放在C盘了 然后粘贴 好 我切换一下 回车 那么就可以看到 很直观的看到 这样的一个识别效果出来了 这是第一种代码的操作 第二种 第二种呢 就是一个刚才法师也介绍过的 它是一种网页版的 比如说 把当前的这个参数 需要下载到本地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下载一下 然后直接打开 然后选择文件 选择一张图片 然后提交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识别效果 第三种呢 刚才我在 不好意思 我刚才再强调一下 刚才法师也说了 这个第二种 它是支持这个 APF 都按支持 这个COS 也就是跨与资源共享的 这样一个功能 允许用户通过自己 域名下的网页 发起这个调用请求 我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 第三种 Python Python呢 我先下载一下 好 那么我们同样是在这个 这里 然后 我先查找一下 它的 稍等啊 我输入一下 然后回车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就显示了 刚才下载的这个代码 然后 进行一下输入 然后点击回车 选择一张图片 打开 然后 稍后就会出现一个识别结果 好 我关闭一下 好 下面那个 关于 OCR这个API的演示 基本上 就到这里 下面还有两项是 超分辨类和 这个双层PDF 那么相同的地方 我就不做重复的演示了 我主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 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像 我还是上传一张图片 稍等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 这个Split的这个功能 它的意思就是 会把这个原始图像 和识别后的图像 进行一个重叠 重叠后呢 可以很容易的 进行 这个滑动 也可以看到 这种 前后的这种改变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一般这里的 就是这个 默认值是两倍 然后 在这里 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它是两到四倍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再试一下四倍 再给大家重新演示一下 还是比较明显的 有感兴趣的 可以试一下 好 基本上呢 这个位置呢 是它的一个风格 它 吸引就可以了 它 它 它有五种不同的模式 超分辨率的模式 然后可以进行 可以自己进行选择 然后这个功能呢 它是一种返回图片的这种格式 比如说现在是PNJ 然后呢 可以 如果比如说想返回成这个 这个PNJ呀 或者是其他的TIF呀 什么的都可以进行选择 这是一个结果 显示在这里 可以直接进行下载 然后代码 代码部分 我也不做重复的演示了 和上面的结果 操作是一样的 然后 还有双层PDF 双层PDF 这里不同之处 在于 需要把文件和 需要把图片和文件 要同时上传才可以 也就是刚才我们演示的 JSON数据 好 我们可以 然后上传图片和 JSON数据之后 然后点击这里的操作 基本上 就直接出来结果了 好 代码部分 我就不做重复的演示了 基本上 网站上的各项功能 也都差不多 也都差不多介绍完了 然后 我们还有一个 稍等 我再重新打开一下 我的PDT 好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的这些演示 基本上 在这个 估计库平台上 都是演示过的 这里呢 我们 刚才关于 这个 OpenAPI的部分呢 然后 这个 我们 也是提供了 不同的客户端板 不同的应用端板 刚才是在网页上的 一个显示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是提供了 手机端的演示 手机端呢 它的 好处在于 可以直接 进行 一个拍照 拍照完成以后 会自动 进行 上传 识别 然后 复制结果 这样的一个 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 它也提供了 这种 版面结构的 一种展示 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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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手机端的一个API部分的一个效果 下面呢 是因为我们今年在 在今年推出了一个数字万周的一个工艺项目的一个计划吧 也是面向社会开放 征集优秀中文古籍数字化的项目 赠送不同的这种使用额度 申请者呢 为以下三者之一 比如说学术或者是教育一些教育单位 或者是非营利性的机构 还有个人 那么下面右边的是一些条件 比如说第一项是健康符合申请者所在国家或地区 以及服务对象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和社会伦理 具有正面社会价值 第二是公益不含任何营利性的成分 第三是透明 在网络主页及时公布项目的进展情况和成果信息 准确描述古籍库的技术贡献 在描述中应包含古籍库和古籍点库的明确字样 还有第四 授权古籍库及其关联单位对该项目的公开内容进行转载或展示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社会上的一些 比如说像大学机构 公益机构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申请书 还都在走流程当中 如果有感兴趣的单位或者是个人 都可以跟我们团队提出申请 那么在最后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联系方式 这是我们古籍库平台的网址 还有这个是古籍库的这个公众号 大家可以关注 然后我们也这里也提供了邮箱和这个微信 大家也都可以给我们有合作倾向的 也都可以给我们来信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